好 我们接着来讲一字板的奥秘 敌风与我风的启示 大家好 我是射手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那敌风我风 当我们分清楚了之后 首先如果我们是属于什么 遭遇到股价 它起步就是一字板打连板 这种没有来得及上车的 我们就可以什么 在等待它后面攻克敌风的时候 来寻找一个稳定的买点 临时进场 这也就是一字板与换手板 来进行切换的一个临界点 如果有些票 它是什么 它的手板甚至于二板 它都是换手板 然后之后才打什么 才顶一字板 在前面介入了的 我们就会知道 在它再次形成换手板的时候 我们可以根据什么 它的功课敌我双风的临界点 来寻找究竟是加仓 还是下车的机会 因为在这个地方 它都是有一个符合预期的前提下 应该怎么做 不符合预期的情况之下 应该怎么做 这一点是完全不同的 也是我们讲的重点 大家看一下 大众交通这只大妖骨 它当初前面是直接用一字板锁仓 所以我们就知道它这个板 虽然是属于什么 马后炮的东西 就是说它顶一字 我们也上不了车 对不对 那一字走出来 我们就知道它面临的这个压力与风 它都是属于我风 看见没有 这主力它锁仓了 那就说这里都是它的筹码 这就是我风 那你想把这里给干掉了之后 是不是就应该去看三块六毛四 以及什么三块七毛一的这个地方 有没有可能是敌风 对吧 好 那它在这个地方 就一字板改为了换手板 我们明白了这个 就懂得了它一字板与换手板之间的一个切换 它就进入了一个敌风的区域 好 那既然进入了敌风的区域 那前面跟大家讲过 强装汉装等等它们的洗盘 对吧 包括金装 它的装性不同 那我们就知道震荡的时间 它界定标准 在你弄懂了敌我双风的这个核心逻辑之后 那对于所有的战法 它就很容易理解 而不用去什么 死记硬背 尤其是背口诀 你说在这个地方常态最强 它在这里既放了量 但是它又能够封了板 因为我们不管它是尾盘风 还是早盘风 对不对 那是否代表了它当天 已经完成了震荡消化 继续向上 因为涨停板的态度 已经表达出来了 那这时候想请问大家 这是不是属于一天之内的最强的模式 那如果是 你想它的后面是不是应该继续上涨 所以它的答案就是应该继续上涨 那你想如果在这个当中 它不上涨了 突然出阴了 首先是不是它就跌破了高量顶 那这个高量度战法 它原理是不是就是这样来的 它的标准就是这样出来的 所以根本什么 就无需去死记 它跌破高量顶 它还能继续涨吗 那肯定就不能了 对不对 所以它在这里一旦不涨 那就代表了什么 空盘的位到位 出了状况 它还要消化 那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消化 它是不是不是震荡就是下跌 那就需要时间了 消化完毕了 如果成功转换了 它就会继续上行 消化不了失控了 它就会下跌 那这个后面明明有这么多的变数 那你说一旦它不上涨 您还要持股去读这个结果吗 是不是减仓卖洋的策略 就是到这里水到渠成的 所以同样是一个板 它的后面应该怎样 如果您站在主力的角度 要把它继续往上拉伸 你就会知道一个什么 必涨的模式 那如果一旦不是反向的 那请问是不是就是BDA的模式 那你知道了B长与BDA的盘中 你不知道对号入座 那您不知道对号入座 那设设讲究不应该的话 那您为什么要去介入这样的票呢 那不是赌大小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你弄懂了主控 很多操作就是什么 水到渠成的 好 那另外我们再多嘴再讲一点 它更糟糕的情况 那如果后面它就是不涨 反复震荡还超过了三日 您说它还能不能够继续上 甚至于期间 它跌破了刹车的情况 我想请问一下 后面是不是要挖坑或者抹底了 什么意思 咱们假如啊 这里来一根鹰 好 OK 在这里它来一根羊 那这个羊呢 也没有盖住这个鹰 就是这个样子 结果第三天 它把这个羊的底都跌破了 你也要一想 那是不是就代表了这个地方 它要挖坑或者抹底 那就不是三五日可以解决的 那出现了这种情况 是不是我们就更不应该介入 有票的应该什么 卖票 那无票的呢 就应该什么 观望等趋势明朗再跟装 对不对 因为主力如果不把敌风的筹码 悉数消化 它是不可能轻易拉伸的 那简是这样 作为短期来说 我们自然就要什么 放弃该股换票了 或者说你可以喝茶看鞋的去跟踪了 所以操判的逻辑 它就是这样制定的 您只要抓住了关键的核心主控 战法就是随心而动的 不需要专门的去记忆去背 对吧 大家回头去想 要不要刻意的去背口诀 这就是什么 那有的朋友 口诀是倒背如流 到了石盘 它仍然懵圈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没有弄懂 它背后的主控逻辑 虽然身般硬套 那是肯定不行的 好 那既然我们诺里巴索了这么久 跟大家讲了这个核心 那我们就知道如果强 它就应该继续上涨 一旦不涨 那一天之内也要完成震荡 例如前面的什么 它的这个加阴真羊 次就直接顶一次板 所以对应于持股也好 减仓也好 或者加仓也好 咱们就心里面完全都有底了 而无惧什么 它的这个位置 所以你看大家看这个后面 是不是都是符合预期的 我不管它怎么 它全是羊 不管它怎么 它全是什么 继续上涨 所以我们看懂了敌我双峰的时候 你想一下 这个一字板的后面 它的位置其实已经很高了 你看一下它的下限 这个地方是2块7 这个地方是2块8 也就是说它当时的最低点 也是2块7毛多 那已经到4块2毛2 这个阶段它接近于 是不是翻倍 在这样高的涨幅的情况之下 主力还能消化敌风的筹码 就代表了什么 这个主力的欲望很强 说白了就是它很贪婪 它拿了这么多的筹码 它要干嘛 它别人要去更高的地方去卖出 这就是人性 就是我们说的装性 所以你看懂了人性 你就不会恐高 你就敢于跟随 为什么 因为它进去的资金那么多 咱们有多少资金 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所以即便是后面什么 它走势不及预期 它必然也会有盘中的冲高 我们大不了就利用这个盘中的冲高 走就是了 这就是专门针对于打什么龙头腰果 而不用去担心它的这个位置去恐高的一个真正的原因 所以前提是你要看得懂 那既然它在这里已经走出了如此强的走势 那我们叫做什么 叫做乔干 而不是蛮干呢 因为有的朋友如果光理解了刚才瘦瘦讲的上一句话 那他以后是什么 那不管只要打了几板的 闭着眼睛干就是了 那我们没有这样去怂恿您 那这是误导 那你就会知道什么 这样走出来我相信一定是很强的走势吧 那您也会肯定这属于强吧 那如果后面一旦出现该涨不涨还反复折腾 那您要想它是不是由墙开始转弱了 那也是可以闭着眼睛干 也是直接干就可以了 或者我就还什么持股不动去一想 这就是什么不确定性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要准备随时下车了 因此应对它的预案就出来了 什么叫做该涨 那什么叫做该涨不涨 那该涨不涨我就要放跌 所以常态变态都出来 你后面的临盘自然就懂得应对 所以你也就无惧于什么 去恐高 所以透过大众交通就教了大家什么 通过敌风我风来推理出 进退常态与变态的逻辑 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们去看任何其他情况 能够拉主圣的票 它都是一通百通的 那您看一下 中电电机在没有上车之前 它在这里什么 除了第一板换手板转 紧跟着就是一字板锁仓 所以我们就看得到 整个的这一段里面 明白它都是我风 那接下来那就只看这个地方 它究竟是我风还是敌风 对不对 我们就等着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没有上车嘛 对不对 好 它在这里结果就来了一个梯子板 但是这个梯子板呢 情况特殊一点 常态来说 梯子板应该是等同于 一字板的 看见没有 这也是梯子板 但是我们打开分时看 它很明显就不是 因为它不是秒板 它是在涨停 秒板就是全天涨停 这个当中可能有短暂的一个缺口 回风 但是它不是的 它是属于午后分板 我们看一下 对吧 它整个上午 它都没有打板 它是午后 开始重新什么 封板 它早盘只有两处什么 是冲击涨停 看见没有 看见这两个位置没有 这个位置是涨停吗 它是冲击涨停 对吧 所以它是属于午后风板 所以跟这里 你看见没有 它虽然是一个梯子 它是不是几乎都没有开板 所以此梯子板 它非比梯子板 咱们一定要到分时里面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 您就可以不能把它当梯子板来看待 也就是说什么 你要把它当成换手板来看待 换手板一定对应的 它是敌风 好 既然它是属于敌风 你想 这个地方 当然学过天眼通的 它可以按分时天眼的标准上车 没有学过的 你也可以什么 按照它的高量柱 决定次上车都没有问题 因为它当天最终还是涨停 仍然是不是属于最强模式 因为这是涨停 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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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四板 既然当日销货完毕 我们就知道了一个规律 那这个地方它既然打出换手板 它就是一个敌风 那这个往上肯定更加就是敌风 它不可能这个地方搞个我风 这个地方搞个敌风 这不合逻辑 对不对 所以的话 我们就有了一个该涨的模式 因为它一二三四 目前也已经打出了四板 咱们要实话实说的是什么 任何股票的起点 当打出连板的时候 一二三四就像什么 前面的大众交通一样 你看一下 你怎么知道它后面打了那么多个板 没有人知道的 不可能三个板之后你就知道 比如说 这个票它是腰骨 后面它打了17个涨停 你不可能的 谁能够知道 组装都没有百分之百把握的事情 你一个跟装的怎么可能知道 所以的话 这就是它的客观性 明白了吧 你要么就不做 这样的话 你就永远抓不上什么龙头腰骨 那你要做 那你肯定就只能按这种思路 因为没有人知道 它最终能否成腰成魔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牛骨腰骨 它是走出来的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好 那接着看 那它后面是不是应当就是该涨 也就是说应该继续往上 那一旦出现该涨不涨 我们是不是就应当撤退了 所以它就这么简单 临盘的当中 你就一定要遵循这个思路 好 随后大家可以看到 主力继续在这里打了两板 但是这两板 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是可以持股的 因为不会卖涨停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什么 它是不是连续的在放量 差了一点什么 差了一点缩量 而且这三天与前面的对比 这个量是不是放得太夸张了 这就不只是倍量了 这是高量 高量后面还有高量 虽然这天什么有所缩量 是不是这三天仍然非常的高 那就代表了什么 这里面的分歧其实是非常大的 按道理来说 你在这里完成了分歧 是不是里面的资金一致做多 就大家都应该什么锁仓了 这样才会形成什么 倍量升以及倍量缩 这样股价是不是才可以继续上涨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留一个新眼的 它的量连续三天 太大了 虽然还是涨停 对不对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结果次人大幅的跳空低开 而不是高开 跳空音是不是拉拐就要轻 您看临轴在哪里 它开盘在哪里 好 我等五分钟 五分钟 它的价格线 白线虽然是曲线的往上 请问它的黄线有没有跟 那它不跟往下一掉头 那是不是明显的不对劲 所以当上攻无力再掉头 我们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出 为什么 因为目前它是不是仍然是处于敌风的区域 你看一下这个位置 所以这就是属于当涨不涨 第一时间就要防跌 而不是什么 一想着拿一拿吧 它是不是长眼挨住 它明天会不会反报 反报您就赌对了 如果没有 那您就是一碗大面 您要这样去赌吗 拿自己的资金 所以的话 反报它是做出来的 它做出来了 咱们再跟 就这么简单 我们先要执行 我们先相信眼睛看的 不是用想的 这就是摄除反复强调的一点 那同样它也是什么 三板四板五板的位置 对不对 所以您看一下 它后面是不是就折腾了 但是你按了标准来 即便在这里没有出 后面是不是 它不断的有反抽 看见没有 不断的有盘中的冲高 否则它的上影线怎么来的 当然这个票的话 它目前还守住了这个缺口 对不对 它后面是不是还有 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解读了 但是你想 我们讲的观念就是 你不知道它是牛股 还是腰股 那同样是连板打出行情的时候 你就要懂得利用辨别 敌我双方 来形成当长与不长的常态 变态 你只有形成了这个 才能够按标准进 按标准出 无需去什么 去恐慌它的位置 究竟是两板呢 三板呢 三进四啊 四进五啊 对不对 这就是打龙票腰股的核心 因为它没有任何一个人 在当初的这个地方 就可以估计 这个票你干吧 我告诉你 它总共有21板 目前才打了300 后面还有多少板 那不可能的 对不对 实话实说 它没有走出来之前 这个后面 大家都是看不到的 腰股也是这样起步的 牛股也是这样起步的 只不过说 腰股就一直打板下去了 而牛股可能到这里什么 它就腰折了 所以的话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在初期 你就可以去判断 他究竟能够打多少板 究竟他是牛还是腰 这是客观事实 当然这也是什么 我们要近身悟空 要掌握的一个核心知识 那如果目前 尤其是新人朋友 他没到这个段位的 咱们就什么 多学习 多欣赏就好 不着急去介入 这种票 你到后面的知识 掌握到一定程度 自然会去什么 去接触了 你初期 你就接触这样的票 那很容易会亏钱 咱们有多大的头 就戴多大的帽子 明白不明白 好吧 所以这个知识 大家要区分 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 就先讲到这里 觉得本视频 对你有帮助 欢迎留言 点赞 与转发 更多的干货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